欢迎收听《一飞独步天下》,我是季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514集 凡事都有两面性,凤家祖老各有各的看法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他们并不是为凤琪气愤,他们气愤的是皇上借凤琪打了凤家的脸面。 凤家的几位祖老就在大厅里吵了起来,谴责凤琪说凤琪不自重给凤家蒙羞的说法占了上风。 除了有两位祖老坚定地认为凤琪没有错,错在皇上看不起凤家外,其他人都开始摇摆。 认为凤琪不学医就不会有这么一出事,或者凤琪不回凤家就不会有今天这出事。 谴责凤琪的祖老越来越多,且用词越来越难听。 坐在守卫的老族长开始只是听着,当凤家主提出把凤琪逐出凤家时,终于忍不住拍桌子的。 胡闹! 凤琪是我凤家第一长子,他便是学医又如何? 今日皇上因为凤琪学医,就要凤琪进宫为季家的小姑娘制伤。 他日是不是因为我们凤家人擅长书画,就要照我们进宫为皇上的爱妃画画写字? 族长吼完,又瞪了凤家主一眼。 皇上宣凤琪进宫为季家小姐医治,是不把我们凤家当回事。 这是把凤琪逐出凤家就能解决的吗? 凤琪是我凤家第一长子,只要他没有叛国被租,谁也不能动把他逐出凤家的念头。 族长说得是,只是这事终归是凤琪那个念子惹出来的,害得我们凤家丢尽颜面,必要重重罚他。 凤家主很清楚,就这么一件事还无法逐凤琪出凤家,他不过是试探一二罢了。 虽说试探的结果让他有些糟心,可也明白,只有凤琪叛国被租才会被凤族驱出。 罚? 你是不是糊涂了? 这是我们凤家护不住自家子弟,与凤琪何干? 组长明显偏帮凤琪,同时他也不掩饰他对凤琪的欣赏。 凤琪会医术难道是他的错吗? 要是他打小在凤家长大,会去跟江湖人学医吗? 凤琪哪,你最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,糊着一个不着调的东西,却把真正的明珠当语言。 凤琪是凤家主的名字,而族长口中不着调的东西自然是指凤宁了。 先前凤琪被皇上抓住把柄,怀疑他与北辰天雀有染,虽说没有实证,且凤琪的说辞也没有一丝破绽,但是谁也不是傻子。 要说凤琪没有与北辰天雀勾结,旁人也许会信,但凤家人确实不信。 凤家每个孩子身边都有高手保护,凤琪怎么可能轻易被北辰天雀挟持而不暗中惊动保护她的人呢? 凤宁的说辞也只能骗骗外人,要骗自己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 族长你误会了,我并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这祸事终归是凤琪惹出来的。 咱们能帮她收拾一次,也不能次次都帮她收拾。 凤家主面露不满,在族长面前也不掩饰,但他没有直接说,族长就当没有看到。 这点你倒是说对了,自己做的事自己收尾,此时就要凤琪自己收拾。 同样,你以后也记得别再帮你那不着调的儿子擦屁股。 像他们凤家这样的家族,并不怕族长子弟顽固,更不怕族中子弟好享受。 相反,他们怕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子弟,尤其是当那个子弟是敌长时,自以为聪明造成的后果更严重。 而在族长眼中,现在的凤宁就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。 凤家主不喜欢族长说凤宁,但因凤宁刚刚犯了事,他也不好为凤宁辩解,只含糊地道。 此事就将由凤琪自己处理吧,我们凤家不再管。 凤家主近乎冷漠地说道,没有一丝温情。 族长听罢,眉头微皱,却什么话也没有说。 父子情不是他说几句话就有用的,族长也知有些事强求不来, 只能暗中默默祈祷凤琪有足够的手段能化解此事。 皇上圣旨一出,硬旨丢了凤家的脸面, 抗旨便是把把柄递到皇上手里。 这事凤琪怎么做都是错的, 更不用提先前凤家主不肯接圣旨, 让皇上对凤家和凤琪更不满了。 族长虽心疼凤琪小小年纪就要独自面对风雨, 可也无能力帮他。 因凤家主和凤宁二人,族中对凤琪不满的人占大数, 只有一两个人和他一样看好凤琪。 他们这几个老东西虽能不要脸皮地帮凤琪争取, 由凤家出面为凤琪周旋, 可他们能帮一次却帮不了凤琪一辈子。 想要在凤家站稳脚步,还得靠凤琪自己。 凤家经过一番争吵后达成了协议, 而此时传旨太监也进了宫, 将凤家主的态度还有巨不皆知的巨傲样, 添油加醋地说一遍, 只把皇上气得不行。 一连在萧九安和楚家人身上失利, 皇上努力压抑的愤怒终于控制不住地爆发了。 凤家主不是不接他的圣旨吗? 他倒要看看在自己最疼爱的第二子出世后, 凤家主会不会牺牲凤琪, 会不会让凤琪低头? 是,陛下。 传旨太监听罢眼前一亮, 飞快地行了个礼就去传话了。 不多时, 禁军便集合完毕, 一百人浩浩荡荡地杀到了凤家, 将凤家团团围住。 不等凤家人开口询问, 就主动说出他们前来的目的。 什么? 我们二公子与北臣大皇子有勾结? 不可能! 先前这事不是解释清楚了吗? 我们二公子是被人诬陷的! 禁卫军并不听, 一板一眼地道。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最新的证据, 种种证据表明凤宁公子疑似最大, 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, 让凤二公子自己出来, 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这是皇上亲自下的命令, 他们必须全力完成, 一点差错也不能出。 至于会不会得罪凤家, 这不是禁军统领能考虑的问题, 他只知道他最近连连失利, 必须要尽快立一个功来将功补过。